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转身边权重击了特帕运的头部 最终刘锦涛抓住机会 连续重拳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龙看完了马上飞升叫停的比赛 特帕运也被刘锦涛这几拳直接打门了 全场比赛下来愤怒的刘锦涛爆发精英 又是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就将对手教训KO了 只能说刘锦涛真是好样的 其实不管你再怎么有实力 也不能防防护护去触奔别人的轮人底线 这种七轮态色的作为确实烂人不敢恭维 在激发对手斗志的同时 自己往往却付出了惨痛的态价 真的是得不偿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清台体育赛事以我大手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